心事台观众 你们好 我是眼科医生 邓维达医生 今天跟大家分享最常见的眼疾 最常见的眼疾是白内障 白内障这个名词 十个人都听过 其实白内障是什么呢 我们讲白内障之前 很简单认识眼睛结构 我们平时看到光线经过眼珠 角膜 再经过瞳孔 然后经过症状体 症状体的作用是将光线截射 准确截射到视网膜 所以看到东西了 白内障简单认识 就是这个症状体出现退化 运续 因为这个症状体运续 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会常常觉得看不清 模糊的状态 白内障最常见是在老人家里出现 通常一般在50岁中开始 会有早期的白内障 然后随着年纪 白内障就会慢慢加深 所以一般到60至70岁 基本上绝大部分人 都已经会有白内障 但年轻的人可否有白内障 其实如果有些人本身 譬如有些糖尿病 又或者眼睛试过有些眼睛炎症 眼睛试过有些创伤 又或者基于某些原因 需要长期服用一些口服的类鼓唇 其实亦都会增加了早些 出现白内障的情况 白内障一般的症状是如何 除了看东西会出现模糊外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觉得 看东西的对比度会下降 还有这些颜色都会出现 没有那么鲜艳的情况 还有有些人当出现白内障的时候 有一个情况他们会觉得 脑花会改善了 通常这个原因是当出现白内障的时候 有时会导致眼中的近视情况加深 而因为近视加深 抵消了部分老花 所以有些老人家就会发觉 之前有老花 为什么近几年好像老花都改善了 其实就代表可能出现白内障的情况 所以如果怀疑自己出现白内障 应该找眼科医生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我要看清楚现在白内障肯的情况 尤其是有严重程度 及是否需要做手术 现在医治白内障 医治白内障手术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见眼科医生就能进行盤查 可以评估可否лен�书合做手术的阶段 医生亦会做一个评估 看看手术的风险